第496章 阴阳掌在线 好强 唐三眼中光芒一闪 这对手分明是已经修炼到了身剑合一的程度 剑法修炼到这个层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在丹顶鹤腰腾空而起 双翼展开的同时 在他下方那位时光恶族的强者 身上已经散发出淡淡的柔和白光 双眸也随之变成了有些苍茫的白色 扭曲的光韵以他的身体为中心向外扩散 不用近距离体会 唐三也完全能感受得到对方在时间掌控方面 不知道要比顾里强大多少 这毕竟是时光恶的本族神级以下顶尖强者 对于时间掌控之力必定极其强悍 而且感觉上应该还是九级巅峰层次的 配上那单顶鹤腰的顶级强者 确实是一对非常强大的组合 可惜的是 他们所遇到的是唐三和美公子的组合 如果说个人赛上 唐三觉得就算自己输掉比赛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么双人赛他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输的 主要是不能让美公子输 怎么能让自己心爱的宝贝感受到痛苦和悲伤呢 唐三动了 传送阵盘光芒闪烁 下一刻他已经是凭空消失不见 直接展开了传送 下一刻他就已经来到了那位时光恶强者面前 是的 直接切入了对方已经开启的时间掌控范围之内 当他闪现入场的下一刻 全身就仿佛凝固了一般 陷入到了一个时间流速极为缓慢的世界 对手显然是研究过他们的 所以 这位时光恶族的选手一上来 就将自己的时间掌控范围扩大 与此同时 空中一道闪电般的剑芒已经瞬间刺落 直奔唐三头顶正中刺来 但也就在这时 那位时光恶族选手突然看到了两道紫芒 是的 从唐三眼眸之中喷射出来的紫色光芒 论血脉之力强度 唐三在所有参赛者之中 一定不能算是最强那一个层面上的 但要论精神力强度 那恐怕就只有纯粹的精神属性强者 才能和他媲美了 他的精神力单纯从总量来说 早就已经不是九级巅峰所能够评价的 子级魔童 精神冲击 时光恶族 这位选手万万没想到这个之前比赛中 都是正面作战的存在 会有如此强大的精神力 要知道 在之前唐三所有的战斗中 根本都没有动用过和精神力有关的任何能力 同时 时光恶族的精神强度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 他就更没有考虑过 在这方面会吃亏了 在如此近距离的情况下 一点缓冲都没有 时光恶族选手 只觉得自己的精神之海如遭重锤 瞬间大脑就是一片空白 而原本的时光便带来的时间迟缓 也就在这一瞬消失无踪 头顶上次来的那一剑 自然也受到了时间变化的影响 它们两个配合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配合默契 所以 时间在减速对手的时候 也会加速单顶鹤腰的剑芒 而此时 作为控制的时间变化 突然消失了 剑芒也自然就似乎是迟缓了 一道闪烁着银色光芒 有着一头孔雀蓝色长发的身影 也就在这一刻出现在了单顶鹤腰背后 一道道空间裂痕 就像是突然炸开了一般 化为数十道银芒席卷上 唐三虽然和美公子没有故意去配合 但在他瞬间切入对方时间掌控范围 然后用紫急魔童精神 冲击破掉了时间迟缓的时候 美公子又怎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公敌所必就 比直接帮唐三去抵挡剑芒 效果更好 唐三甚至都没有抬头去看头顶上落下的剑芒 脚下一个垫步 就已经贴近到了时光恶族强者的身前 右手轻飘飘的一掌拍出 在对方清醒过来前的瞬间 手掌就已经贴上了对手的胸膛 观战席上 来了 他来了 毛文武几乎是瞬间大叫出声 一边叫着 还一边回头看向自己背后的老爹 当初的他 就是输在了这样轻描淡写的一掌之下呀 现在 这一掌重现比赛台 唐三头顶上的剑芒 几乎是贴着他的后背掠过 刺入刺面 而那位单顶鹤妖根本就没有再去掌控剑芒的机会 手中长剑不断地闪烁 化为一道道剑芒 破解着美公子以孔雀灵带起的空间裂痕 一时间空中气浪翻滚 双方几乎是瞬间就将战斗推上了白热化程度 而另一边 唐三的手掌已经直接贴上了对手的胸膛 坦白说 如果对手不是时光恶族的强者 唐三还真不会轻易动用自己的子级魔童 毕竟这也是重要底牌之一呀 而且还是单纯从血脉方面不容易解释的能力 但是 面前这时光恶九级巅峰强者的血脉之力 是他不容错过的 要比等待故里提升境界效果更好得多 他接下来要炼制时光倒标的时候 也需要在时间方面的掌控力更强大 才能让时光倒标发挥出更大的威能 所以 他宁可使用子级魔童 也要让自己有接触对手的机会 时光恶的防御力和黄金猛马相比 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根本不需要再通过孔雀便去传送 直接开启了狮虎金刚的吞噬能力 同时一到阴阳二气 就直接灌入了对手体内 时光恶族选手的精神力本身也是相当强悍的 所以 他也只是用了一秒的时间 就重新恢复了对身体的掌控 甚至在意识刚刚恢复一分的时候 他就要再次施展时光便来改变时间流速 可是 来不及了 唐三的手掌在那之前已经按上了他的胸膛 和普通妖怪族相比 时光恶的防御就算是相当不错的 身上的鳞片应急而发都会直接产生强大的防御力 可惜 他面对的是一级血脉 是狮虎金刚的威能 强大的吞噬之力 直接就开始吞噬他的血脉之力 更何况 还是有玄天弓 这本身就具备吞噬血脉的能力 作为后盾 阴阳二气注入 纳智阴至阳的气息 几乎是瞬间就让时光恶族选手的心跳提升了三倍 剧烈的心跳骤然让肱血暴增 血脉强度一下也随之暴增 但是却已经超过了他掌控的范围 身体内部的紊乱 直接让这位时光恶族的选手眼珠子 都要从眼眶里瞪出来了 周围的时间变化才刚刚出现 就已是嘎然而止 抱歉了 唐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就在这位时光恶族还没有弄明白 怎么回事的时候 那恐怖的吞噬之力 骤然爆发到了最强 他那强劲有力的心脏 在急速跳动之下骤然炸开 蹊跷同时出血 时光恶族强者呆滞地注视着面前的对手 然后他就感觉到 自己体内沸腾的血脉 正在被对方疯狂地吞噬吸收 下一瞬 轰 在剧烈的轰鸣声中 时光恶族选手的身体 已经是骤然炸开 化为漫天血物四散纷飞 白赤色的光芒大圣 掩盖着唐三的身体 为了能够用最快速度吞噬 他不得不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为了不让时光恶族选手 暴露自己的能力 他选择了将对手直接击毙 从而埋没所有痕迟 这一切发生的实在是太快了 作者 唐家三少